想要试到这台车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其他一直吹风说佳华要国产 但我们每次在车展上面看得到 都是那台六缸进口的版本 我们都买不到对吧 你要说看一下国产2.0T以后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他一直没有给我们答案 好了等到我的心都快淡的时候 突然间跟我说 我们国产的家伙快准备好了 很快就能试驾 你再关注一下吧 好了我们等到试驾了 谁叫他们把那个地点定在厦门 然后我们想要去拍的时候 刚好遇到厦门疫情了 所以这个视频到现在来拍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时效性 会有一点很重要 因为我真的打算要买台MPV 我把这个立了很久 我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说要买台佳华的 因为那时候呢 奇亚给我吹风说 这台车卖是25到28万会是主力 好了我就期待的 我觉得这个车大过奥特赛那么多 它卖贵一点点我觉得是OK的 后来它那个预售价出来 我看了一下我能买那配置 已经是过了30万了 我突然间觉得 好像是比心里的价格贵了一点点啊 然后后来 我再看了一下赛纳 我觉得这个车可能跟赛纳差不多价格吧 大家都起哄着要去买赛纳 后来我还看到赛纳的价格 已经快去了40万了 我觉得好像没必要去买那个车了 所以后来我又把目光落到这台车上面 所以今天我才到沿船来试这台车了 所以今天拍这个视频 虽然没有什么时效性也晚了 但起码我是一个准MPV的买家 我真的想看一下 这30万花在他身上 到底有没有想象出那么值 其实我觉得买家买MPV的心态跟买其他车很不一样啊 可能更多的是讲第一感觉 可能那台车你觉得上车方便储物空间好用 车内饰那套风格刚好是你喜欢的 然后那些颜色的配色哇超有档次感 可能这些的说服力呢 远远比其他性能指标都要有用 如果你不喜欢这些 哪怕这台车配置再多啊 然后它再便宜啊 估计你也不会喜欢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台很感性的车 就跟你买房子一样 喜欢就喜欢吧 对吧 所以我看车的时候呢 我是真的也看过奥德赛了 但我就觉得奥德赛那一台车呢 就太久没有换款了 好像现在买进去的实际也不太对 所以我就缓着那个选择 但那台车真的挺好用 那目前是我现在的一个备选了 然后我想买一台更加宽更加大的车 所以我是看过了赛纳看过了G18 也看过了这一台加花 我说的最多就加花 因为我期待着它的价钱会比较亲民一点点 当然它现在的心理价位是比我想的要高了几万块钱 不过你开起来又会突然间觉得好像这个车也还OK 就多这个价钱 不过有些配置我自己觉得是没有什么用 比方说后排中间有那个摄像头 你可以通过这个屏幕看到后排那个状态 我觉得好像这个东西也没什么用 包括跟后排对话那个东西 我觉得也没那么大嘛 也没那么远嘛 就我说话后排能听得到的 那个隔音不至于那么糟糕 所以我觉得这些配置都没什么用 真正有用的是什么呢 这一台车首先它是延续着K5那种风格 你看到两组屏幕那套生态的系统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一套中心系统还算是比较好用 车机也好网络也好 然后它的那些智能家居的一个互联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 反正是挺好用的 没有那个打转向灯显示旁边那个状态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所谓 其实吃领配我觉得是最合适的 因为为什么 就是前排两张座椅通风加热 然后后排那个也有通风加热 而且那个座椅也已经能躺的真的是不像样了 就真的像做公务舱的那种感觉 你就躺下来整个姿态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这台车第三排 其实三排座都有一个合理的乘坐空间 这个前提下你去做第三排 我都能坐的进去 头枕还能调 所以我觉得三排座的空间都没有问题 而且真的是两米宽是有优势的 然后佳华的第二排大部分功能都是电调的 又除了横向跟前后需要你手动以外 其他都是电动可以调节 包括那个脚拖了 其实第二排座椅我觉得真的是最舒服的 然后第三排座椅呢 也有它的靠背调节 而且它可以调的那个范围还算是挺广的 所以我觉得三排座 你要想拿一个比较舒服的坐姿 没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呢 这个座椅我觉得无论是哪一排 都是有点偏硬的 当然你长途做的可能没那么累 但是你短途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座椅是有点硬的 就是那种感觉 就它是坐姿补救了这个座椅的填充物料 那种效果明白吗 还有一个我不太喜欢的 就是它的充电口所有的接口都是USB口的 就没有进化成Type-C 就导致我今天手机没电 我是没有办法充的 然后也没有225电源 这个配置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有点尴尬 就可能你得另外换一条线去接入这个系统 其实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佳华是像SUV而不像MPV 对就是这种感觉 但你在前面跟后面看呢 这台车还是很显宽的 还是有那种MPV的姿态 这种感觉是很微妙 但无论如何 我觉得这个造型还是我比较喜欢的 那轮毂呢好像有点太小了 因为车真的很大很吃轮毂的 你知道吗 这台车已经配了18寸的轮毂 你在外面看可能还觉得它像是一个16寸 我觉得这个车就像是你买台Velfire跟Alpha一样 就是你不给它配到一个差不多20寸的轮毂 我觉得都说不过去 那样子才好看的 而且原厂的这一套紧箍的轮胎 我始终觉得用滚动的噪音抓地力都不是太体面 如果我真的买车的话呢 这套鞋子必定要换了 其实这台车不只外面看着像SU 你连里面的坐姿都像 你整个视野觉得自己在开着一台很大的SU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台车又很宽 你看中间这个手套箱 你会觉得自己在开着一些很美美的车型 车傻大傻大很宽的 然后那储物空间也是很美美的 就所有东西 其实杯架是最有分居的 其他地方手套箱里面 后排那个手拉出来的储物壳 那些都是傻大傻大没有什么分类的 对就是那种感觉 这妥妥就是一台北美的车型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一台车呢 不只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就是你上下车的时候 你发现它的地台其实也是偏高的 奥德赛是我觉得这个级别里面 做的最友好的地台 老人家上下车都很方便 但是你看G18 看这台佳华都是这样子 上下车就稍微要快一点点的 当然也要比上海大众的那一台AMPV要好了 好 其实上下车我就还行了 开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车的行驶品质是对得起这个价格的 然后前面那个隔音我觉得还行啦 就是双层夹胶玻璃 然后现在走起来就是胎罩 胎罩是很破坏气氛 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东西我觉得挺挺面 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然后没有V6 我当然是不开心了 有V6哪怕那台车慢一点 我觉得都没所谓啊 六缸是个王道 然后包括塞纳也换成了2.5的动力 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吧 其实那个车我觉得 因为它车体太大 包括加华在内车体太大 它不适合去走市区 如果你走市区走的多的话呢 我觉得买一台奥特赛的 缓和动力可能会更加的合适 油耗又低 车又相对小一点点 上下车又方便对吧 买那个车我觉得很合适 但如果说你要买塞纳 或者说买这一台车的话呢 我觉得六缸我觉得是最好的 但没有六缸的话呢 好像这个2.0T我觉得都OK 我不会讲它油耗 因为这个车 我的目标就是它可能会去跨城 可能是中山 珠海广州这样子开话说 我去远门去玩 我可能会用到这个车 这四驱的话我绝对不会用这个车 因为真的很难停车 你知道两米车宽是什么概念吗 两米车宽就意味着 你在市区里面去找那些 比较少车位的地方 是真的停不进去的 你开了门之后 你会发现标准车位 商场内车位 然后下去以后 你肚子要收腹啊 收腹你才能出得去啊 所以其实是不太好停车的 而且去饭店也好 真的不太好找位置 所以我觉得这种车 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性 就是它是用来走远门的 去比较远的地方 你就觉得坐长途这个车舒服 所以那个后排 包括第三排的设计 都是往这个方向去的话 不然的话 那空间又那么大 又好像没有什么用对吧 其实这台车说到空间 我觉得最好用 就是那个下沉式的空间 因为本来这台车的尺寸 就大又宽又长 所以那个下沉的第一台 就绝对要比G18 那个平台要好用 所以这四驱空间的 上面的优势 加滑 赛纳 然后包括奥特赛 也是有类似的这种优点 我是很喜欢的 你看这台车 2米车宽 车里面体现的还比较明显 你看中间那个手枕 前面那个属物空间 你看到这个主流的 那个容积 还有这个过道的宽度 这个过道 我进第三排的话 我可以不需要迁就 直接就能进去 所以这台车车宽的优势 变得还比较明显的 其实这些车型呢 真的很适合 在那些泊车无忧的地方去用 如果你在市区用的话呢 我觉得马奥特赛会比较合适 哪怕它是那一代款的末期 但是那台车的车身 只剩刚好合适啊 而且呢 混合动力在市区油耗上面 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所以那个车很适合在市区用啊 那如果说啊 我想要车体大一点 车内空间要大一点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 加滑 赛纳 G18 对吧 这三款车 车场轻松都过5米了 所以车里面的空间 可以随意去挥 对吧 所以车内要空间 那三款车是一个备选 但是你要说30万的话 其实基本上你能选的 就是加滑这一台车 如果你要说啊 我预算再充裕一点点 我想要更高的配置 想要更好的那种一几天的话呢 可能你看得到就主要8个赛纳 那确实 感觉上这个车还算是对我的胃口 但有些细节我还是不太确定 因为今天试驾的时间太短了 我不知道第二排坐起来 别人舒不舒服 第三排 你车尾的利用空间 能不能符合我的需求 所以我想迟一点 再借回来试一下 去一趟自驾游玩一下 不知道这一台车能不能买了 所以到时候再看一下 我跟妹妹的那趟旅行吧